垃圾桶頂住逃生門 後樓梯變貨倉 舊式工廈存在多少消防禮景? 無敵靚景 香港最新冷戀熱SPA輪流浸 還費用全面 他是退休大學教授 但要住劏房,拿進門 為學術放棄榮華富貴 立即東張西望 歡迎收看東張西望 今早起床看一看日曆 真是馬上嚇一跳 原來2016年已經過了一半 很多朋友年初設定的目標 可能一個都未達成課 你別不灰了 陳敏芝就成功了 他今天在社交網站 跟大家宣布好消息 去做媽媽了 有了四個月,還要一索得南 恭喜敏芝 恭喜,敏芝也剪短了 敏芝也剪短了不少頭髮 還把照片放上社交網站 似乎做好準備夏天駝B 朋友都紛紛恭喜他 而森味就說願意做公公 在旁邊保護他 即是好像照顧太后 不知道那麼多朋友的目標 今年就達成了未 如果未的話 大家就一定要的起心肝 打握時間,努力做好他 牛頭角迷你倉四級大火 令工業流雨消防安全 再度響起景號 全港有過千棟舊式公廈 我們去到觀塘,新蒲江 葵涌和荃灣巡查 發現大火之後 公廈仍然危機四伏 危機一,天台潛建 位於觀塘的這棟公廈天台 從外面看已經發現疑似潛建物 上到天台 有人張貼告示 說天台是私人物業 內有惡犬,閒人物盡 麻煩請給我,有沒有人 其實我叫了很多聲 都聽不到有人聲 可能他在裡面,不出來都還沒頂 入口還有鐵欄鎖住 於是我們嘗試由另一邊樓梯進入 進去 發現這裡有多間上鎖的潛建房間 裝了抽氣線,冷氣機,閉路電視 總之搏水後,似乎有人在這裡居住 天台潛建 一邊出入口又上了鎖 萬一火警,隨時影響逃生 危機二,公廈變迷你寫字樓 同樣位於觀塘的這棟公下 六樓其中一邊被改裝成迷你辦公室 一共有25間 走進走廊,簡直好像進入了迷宮 走廊盡頭還浪滿衣 懷疑有租戶非法住在這裡 將辦公室變成劏房 這裡不單止防衣門長開 前後用滅火筒頂住 還用張紙提醒租客到門壞了 不要移開滅火筒地說 完全沒有防火意識 危機三,後樓梯變貨倉 公廈的走火通道和後樓梯 被帶兩雜物擋塞 情況見怪不怪 更有逃生出口 甚至被整個大垃圾桶頂住 不過這樣還未算誇張 位於傳話躲動公客的其中一條後樓梯 情況簡直恐怖 現在我在三樓的位置 看到這個後樓梯的位置 全部都擺滿了雜物 裡面包括有這些小車 還有一些紙箱 一些膠的屁股等等 都有很多雜物在這裡 我嘗試一下 看看能否走到 其實我這麼瘦 就比較容易過 如果胖一點 想過的時候也有點困難 沿著樓梯一直走下去 情況越來越誇張 可以讓人走的位置越來越少 但半條樓梯 被一箱又一箱的貨物霸佔著 這些貨物 有些類似工業用的物料 還有一些口罩 落到一樓 貨物堆積情況變本加厲 樓梯完全被封實 這裡是完全走不到的 這裡還要這樣卡住 真的一定走不到 所以可以說是死路一條 堵塞了整條走火通道這麼離譜 到底貨物是屬於誰的呢 這些我不知道 我不是來很久的 我們再向管理員查詢 對這個情況 他也很無奈 全部叫他清走 不行 但也不行 對 我也是知道的 是嗎 因為他那些租客說來了 為人為己 希望有關租戶盡快處理 否則火警發生 再造成人命損失 要後悔已經太遲 說到消防安全 我一個朋友開了店 在旺角一個商場 他也發現有些物品 有商戶把物品阻擋走火通道 於是跟消防署投訴 消防署就跟他說 消防門是開到的 只不過是去不到 所以他們不受理 跟屋御署投訴 他們又說 這裡是私人地方 他們又管不了 搞到朋友 就不知道怎麼辦 最後要上庭和法官說 意外真是一宗都嫌多 希望你朋友 盡快可以解決問題 另外一個香港人 最近非常貼身的問題 就是消暑的方法 究竟消暑可以吃甚麼呢 是否西瓜是最好的呢 驗驗蝦 最好當然是吃西瓜燒薯 很清甜 平時想吃個黃肉西瓜 也不是那麼熱 不過今年本地有機西瓜節 就推介了它 我們今次西瓜節 有三個推介的西瓜品種 第一個就是 我們來自澳洲的 一個叫做超甜 黑美人168 另外一個就是黃皮 紅肉的 來自台灣的 叫做戴安娜的 一個品種 另外還有一個品種 就是從泰國引進一個 綠皮 黃肉的 叫做肉蘭的西瓜 嘩 你看多特別 黃皮紅肉的西瓜又有 綠皮黃肉的西瓜又有 我就當然要試一下 紅肉的西瓜 我覺得西瓜味較濃 比較濃烈 而這個呢 它是清一點的 但是甜度呢 說真的 我覺得真的差不多 那個肉的質感呢 都是差不多 如果給我選擇 我會選擇紅肉 你這隻是哪隻西瓜 肉蘭西瓜 味道來說 就這隻適合我 我就是想買這隻 你正正想買這隻 為什麼呢 因為你沒吃過黃色的西瓜 買多少個左右 那就買兩個左右 這幾款有機西瓜 大約四十元一磅 雖然比平時買的西瓜 貴成一半有多 但是有本地農夫說 有機種植所花的時間 心機一點都不可以少 所以物有所值 這個有機西瓜節 會舉行到明天 上午10點到下午5點 在大埔農區舉行 想支持本地有機農作的你 不要錯過了 初遜男士的話 其實我不做SPA 我不明白 為什麼你們女生 那麼喜歡被人按 你也沒辦法 做SPA真的很棒 很舒服 用香薰油幫你按摩 再睡一次的美容教 比晚上長時間睡覺 八個小時 一樣的效果 我只知道晚上睡覺不用錢 做SPA就起碼一千幾百 還要回到外國 機票不用錢嗎 就是這樣 你想省錢的話 明天J2台晚上八點鐘 準時收看由我主持的三月兩夜 帶大家去泰國做不同的SPA 很棒 看你去做SPA 當然是要看 但其實如果大家不去外國做SPA的話 香港也有免費SPA做 香港也有免費SPA做 景觀這麼美又寫意 不要以為是介紹度假中心 其實這個是位於屯門堆填區附近的 一個新落成的環保園區 是香港首個自給自足的污泥處理設施 而最特別的竟然是在這個園區 有個無敵美景的水尿池 Kerry,這個SPA的冷熱水供應 是跟甚麼有關 其實是跟污泥有關 在焚化過程中 其實還有大量的熱能產生 我們會回收這些熱能 來加熱一些池水 和冷卻一些池水 所以這裡有三個不同溫度的水池 可以讓市民很容易享受到 轉肺為能的好處 香港每天製造接近300萬立方米的污水 源頭來自魚翅、煮食、洗衣服等等 這些污水會首先由污水廠收集和處理 才排放到大海 污水處理過之後 會產生大量的半固體殘餘物 這些就是污泥了 現時來說 香港每天產生1200公噸的污泥 過去來說 將污泥棄置在堆填區 其實這不是一個可持續的方法 一直以來 將污泥直接棄置在堆填區 是唯一的出路 環保園區現在就有四個焚化爐 透過高科技熱能燃燒污泥 在焚化過程中產生的熱能會被回收 之後會轉化為電力 供應給原內設施所需 其中一個就是為SPA提供冷熱水 水療池分三個不同的水溫 熱水、溫水和冷水 三種不同溫度 給你三種截然不同的體驗 這個室溫池浸下去的感覺是冷 好像普通的游泳池 不過它和游泳池不同 它是不讓你游泳的 只是讓你浸水 只要游泳池 這個暖水池加了死海礦物鹽 又加速血液循環消除疲勞 適合這些這麼疲勞的都市人 好可怕 SPA不切男女奔步 一家大小可以一起浸 全日一共設有四個時段 每個時段限時九十分鐘 想浸就要先預約 三個池同時可以容納五十人 最驚喜的是全部SPA都是免費的 在室內享受不同溫度的SPA 室外一樣有其他SPA選擇 湖外花園還有一個景觀開揚的粥肉池 它的越水源都是來自烏泥的 湖外有超過九千八百平方米的 圓林花園 完全令你感受到大自然的氣息 沿著這條小路一直走 就可以去到雀鳥保育區了 這個佔地二千二百平方米的地方 是雀鳥的棲息地 不過參觀的時候 記得要保持安靜 想欣想美景 頂層或平台花園 都是不錯的選擇 後海灣海景一覽無遺 免費一天遊旅程 以日落景色或燈光Show作結 真是夠盡興 她是退休大學教授 但竟然要住劏房 裸仲緩 隱世甲骨文學者 為學術放棄榮華富貴 轉頭東張西網 回到東張西網 今天在回來公司的途中 有兩位美女跟我打招呼 跟我聊聊天 於是問我是否上班 不是,他們又去哪裡 他們說我去銅鑼灣逛街 我立即在想 是回歸紀念日假期 大熱天時去銅鑼灣逛街很多人 Eric,你很有仁氣 我覺得今天去銅鑼灣逛街的人 是抱著兩個心態 要不可以有目標購買 要不可以有目標逛街 其實為了逛街 女士們可以去到很盡 而專家為自己的興趣 一樣可以去到很盡 你們猜猜這些甲骨文 其實代表著甚麼字 代表? 有 右邊這隻字龜 對 字龜 恐龍 鹿還是鹿 鹿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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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 鹿正確 鹿正確 對 讀書時也沒學過嗎 說也說過,但沒學過 在座也沒人學過 甲骨文,甚麼沒人學過 香港還有一位土生土長的專家 他就住在這條屋邨 這位摸著龜甲牛骨的女士 就是黃敬生教授 已經研究甲骨文超過30年了 他先夫梁文偉博士 也是甲骨文專家 梁博士過世之後 他就秉承老公自願 繼續研究工作 今年四月,一宗新聞 揭露大學教授 竟然窩居60呎劏房 因大眾關注 幸好五月尾 黃教授終於成功上樓 教授,你的新居很漂亮 比之前大了多少 不是 我聽旁邊的叔叔說 有160多呎 是 不知道是真的 總之比以前大了 舒適一點 看真一點,其實除了兩邊床之外 新屋的裝修和傢俬 都全部為研究甲骨文而設 好像量身訂造的書櫃 完全用盡兩邊的牆 工具書,個人著作 以及研究資料放得密密麻麻 全部分門別類,在劏房就做不到 這張桌子我們要來開會 是 你試試,拉起來 開會 一張三尺乘三尺的桌子 兩張三尺乘六尺的桌子 是,有多少人可以一起來開會 十個人以內都可以 這麼厲害 教授還說 將來會邀請不同的學者開屋村會議 很難想像 不過更難想像的是廚房 抽氣線,雪櫃,洗衣機 廚房來說,基本 要把桌子放電腦,升盤變成櫃桶 連原先放廚具的層架 都變成資料架 想不到可以將廚房變身 做一個工作間 這個想法是誰想出來的呢 當然是你的老師,我 太好了 沒有廚房三餐怎麼辦 不會一頓吃茶的吧 明安中山給我送兩頓飯 早餐我隨便吃什麼都可以 我對自己生意沒有特別要求 好 那今餐的東西行不行 行不行 嘗到你了 其實王教授骨子女 都不知道多有生活態度 一身衣著鬼火那麼漂亮 唐薇還要畫過才夠精神 這麼講究的王教授 為何不是在享受紅酒 反而寧願住屋村,拿縱門呢 因為他畢生的積蓄和退休金 已經全部貢獻給甲骨民 而王教授的研究方向更加是破舊立身 突破百多年來的認知傳統 走自然科學路線 有關氣象問題 過去的學者研究 他們多數都是說 恩商時代比現在是熱的 主要原因是當時有很多熱帶動物 例如有大象、老虎 全部都是熱帶動物 後來樂將所有下面的甲骨書 全部翻過 是 發現了六個月 由農曆的十一月、十二月 一月、二月、三月、四月 都有下雪 即是甲骨文記載了 那時的天氣其實是很冷的 是 很冷,冷到六個月都下雪 所以你覺得推翻了 因為人們以前說 恩商比現在更熱 對 他還認為 還原三千年前甲骨文記載的 自然現象 就可以啟洩人類的未來 很偉大 為了令研究生火相傳 教授在兩年前成立學會 不斷開班開拓 終於吸納到幾十名會員 這日學會召開會員大會 不過有九成名牌 沒有人認領 籌備了這麼久 教授也有點失望 我們很幸運 這次就有差不多 有二十個新會員 不知為何這麼奇怪 今天就來得這麼少 但仍然是希望大家 在這方面去多點努力 推廣之路困難重重 黃教授仍然堅定樂觀 幾位會員又為何會繼續堅守 跟著黃教授學習 大家都是收到寶 因為現在很少有這樣的學者 這麼認真傳承一樣的學問 以及推動一樣的學術 而且他仍然在香港做這件事 香港是文化沙漠 對吧 所以我聽起來覺得這件事很浪漫 對 很浪漫 人生在世 怎麼都應該有些傻的事要做一下 是 我最希望自己研究好情況 對 親正為人類做一些事 今天開始 警方會在部分路段的兩旁 擺放一些交通景造型的女版公仔 提醒大家小心車速 對 有網友說笑地說 警官可以偷懶懶 不用日曬雨淋這麼辛苦 對我說 可能最初段日有用 始終是自標不自本 因為久而久之 大家習慣了 那就沒用了 其實我想起 內地的方法是挺聰明的 他們用一些太陽能的紅藍閃燈 讓你以為就好像有的警車在前面 其實這些疑患似真的招數 在娛樂圈經常找到 近日網上流傳一篇報道 指方力三會儲錢 在兩年內娶Stephy 還暗示他們已經復合 這天Stephy出席活動 當然要問問是否真的 完全是假的 因為我透過公司 告訴我有這個新聞出來 亦是公司告訴我 她完全沒有做過任何訪問 電台也好 甚麼專訪也好 都沒有做過 沒有說過這些事情 所以是不知為何 無端端莫名其美出單的新聞 這不是真的 另一面有傳理 跟台灣同性物有小牛 齊齊帶情侶耳環 又是否真的 這個真是太搞笑了 首先說我和朋友的情侶耳環 即我香港的耳環 我想大家看到都知道 是女生的一顆鑽石耳環 其實都不知道有多少無數的人有 而同場的關志斌就提到 跟早前來香港的碧銜 有一面之緣 令她由大纜蟹都發生小粉絲 我當時好像鄉下仔 出來看到巨星 而且以前我們去拍照 或者有一個巨星在那裡 我們去排隊和她拍照 她不是她 她走遍整張桌子 每個人都和她拍照 真的很好 近日有不少騙徒出沒 她們就說自己不見到的錢包 又或者用了一些鋁費 於是由於她們身光頸領 會向途人借錢 又說她們會還錢 其實騙到不少途人 所以大家要小心不要中招 是啊 我自己也有看警訊 學到東西 不過我以前試過有個經驗 就是沒有帶電話出街 我很擔心想問不問途人借電話 我怕被她們誤會 我是騙徒 所以你就去選香港小姐 讓所有人認得你 然後借電話給你用 Eric, 你的電話 好像上個星期才出的 我這麼巧電話沒有電 可否借來用一用呢? 騙徒的手法真是層出不共 下星期再和大家一起東張西望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